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看赵孟福每日一字 我们今天呢是 错步的第三者 那我们会越 错步会越来越 简单 也就是说草述的成分越来越多 那所谓的草述成分就 笔画就越来越少 那草述成分越多像这个是油 油细的油 错步已经变成是一个这样子 就是这样包起来 那整个上面呢 被包起来那上面也要尽量 接近草述了 不能 前面有提过不能这边这么长 这边来凯述这样是 不行的 这样组合是 违反一些基本的原则 还有流动性 不好 好我们用铅笔来试看看 当然如果说这一个用前面的过 这种草述也是可以 那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要去记 我们在这边提出来就是有些常用的 不是 在这里写过就算了 要记起来 这样未来呢 写草述的时候就可以拿来使用 好 这样包起来 笔顺大概是这样 不会太难啦 但是就是 因为 越草的话呢 这个 连贯性越来越重要 轻重之间 常常就在那一瞬间就过去了 所以要 小心的去把它表现出来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踢手旁的先滑肌肉都是固定的 好 重 变轻弹起来 小心这里有推一下 加压 刚刚推的过程要注意 大家可以 用比较大的电视来看 不要用手机 好这里 加压 然后大概一点点小弧度 跳起来 好大概这个样子 就算了 要不要用ada 稍微 稍微 说 発码 过程